我再問一個問題就是 進去買包的時候 那個穿著重不重要 我現在發現不重要 我現在發現不重要 穿錯品牌 穿錯品牌 你去馬家然後穿西開頭的 不行 那我買 最後穿UNIQLO可以嗎 至少你要先拿UNIQLO 沒有 我聽過桂姐 我聽過桂姐這樣講 專業桂姐講說 其實你拿什麼包 這當然是一個指標 但那不是重點 因為包包現在很多小織女 她可能就刷個卡 她就是分歧 她會看你穿的鞋 從鞋 然後你的錶 配件 尤其是錶 對 還有你的那個腳 你如果連那個腳 幾萬塊都可以踩在地上 那代表你就是有能力的 穿小胖這樣穿可以嗎 小胖刷臉 小胖哥刷臉 沒關係 拿到補 你是來送貨的嗎 沒有 鄭大哥 我跟你說 我真的穿運動服 短褲進愛馬仕店 我真的拿到包 我以前都聽人家說 你要什麼穿的愛馬仕的衣服 背著愛馬仕的包 你進去他才會給你包 可是因為我在紐約 有一天我就去中央公園跑步 那跑完之後全身都是汗 然後剛好愛馬仕的 紐約的旗艦店就在那附近 所以我就穿著 很休閒 穿著短褲 穿著那個Nike的球鞋 我就走進去 走進去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有沒有包 他就跟我說 有一個粉紅色的什麼garden 然後馬上就有包 然後我後來因為想說粉紅色 我這把年紀用粉紅色 我跟他說我不要 我說那我改天再來 那改天再來的時候 他給我一個Lindy 26的包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 我穿這樣他為什麼要給我包 後來我自己歸納出來了 因為那個區域是富人區 那他可能想說 我既然穿得這麼休閒 可能是住那邊 所以我是有能力購買的 我猜啦 我是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 其實不一定要穿得很 記住 穿一下短褲 那個運動服 然後要流流汗 我跟妳講 這個我之前大概五年前去買 要去看房子 我在我家附近中山區 我買菜 我拿塑膠袋 裡面賺藏的 今天是真實案例 然後蘋果啊什麼一回 然後我穿拖鞋 短褲 然後穿一個白色T恤 裡面 預售的 然後裡面 我說那現在有沒有那個房子 那個好像是兩百多戶的預售 我說沒有 都賣完了 然後我都賣完了 不是剛貼出來嗎 然後後來我隔了一個禮拜 我就穿戴整齊進去 他就給我很多樓層可以選的 那不是都賣完的喔 這是我五 六年前那時候買 就是去看預售的那個啊 所以我想說 沒有 穿衣服很重要的啦 我一天穿Nike 不要再說啦 就是一般的布鞋 然後我在附近 某家酒店附近 然後呢其實 反正就去跟大家台灣事情 因為那天漏漏 所以我特別在車上 我就把那個鞋都換掉 因為你打水在浮沫的 然後我就進到那酒店 然後就到B1去逛一逛 我沒騙你 太誇張 因為我上個禮拜 才去買了一雙鞋 就在同一個櫃 然後那個妹妹 我還自我感覺良好 她覺得我沒什麼爭啦 就是穿得很休閒 然後呢就從那個櫃子 這樣走過去 我還跟她講 還對她微笑 她這樣 真的 我就覺得很驚訝 然後你知道 我想說奇怪什麼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沒有 不是 就是全身都不對 然後我就跟她 我要跪上 我要看什麼東西 她就說 沒有貨 就是我只是要看 她都沒貨 我問什麼都沒有貨 然後也不會主動 她就覺得很忙 就一直在躲你 那一般是售商人跟你嘛 她一直在躲你 去忙別的東西 後來我就去投訴她 因為我跟那個酒店的 總經理很熟 我就說你們一個酒店 服務業嘛 而且你一個酒店 B1那個精品的地方 其實是要讓客人 冰市如歸 可是你們讓我覺得 我去吃牌頭 了解 小胖你剛剛補充什麼 我說我剛才 我一個金控的老闆 還是我客人 因為他們家樓下 金控老闆很有錢耶 對啊 他們家樓下就是 冰市的展示中心 剛才一天就是 早上去跑 晨跑完回來 穿著拖鞋涼涼 就運動 那個吊嘎 一旦短褲 就穿著拖鞋去 剛才有新車出來 他說 來看 那個攝影師 看到他的時候 就講說 我們車都很貴 都很貴 他說不行 這都固定的 都不客氣 突然起墨機就很不爽了 那隔天我來想說 好 又要看新車 因為他已經打算要買 因為他已經收集了很多 只說樓下而已 結果一天去 就像我們玩幾天 被吃牌頭了 那天洗衣服 整個公司回來 整個公司 就說 我回來了 三個沒換 直接就去 你去抓 我的攝影師就來了 那個攝影師又來了 他說 那我這行的 要兩台 我公司要的 兩台一模一樣的 現金 但是叫另外一個攝影師來 沒關係 這個就完全直接 他就直接跟你講 剩碎備了 攝影師不要 你給我換一個攝影師 我要兩台 不要看人家沒有 對 因為他就是看 穿著就那樣子 他不知道他住在上面 因為那種 所謂精品 那種所謂汽熱精品 常常會有這種 你看你真的就像 我們平常這樣 穿著牛仔褲襯衫 我們要去那邊 不好意思 你旁邊站 在日本還有一個 更說我們去結帳 住飯店結帳 你知道嗎 第一個 結帳那個櫃檯的人 要看你什麼 看你背什麼包包 我今天來背LV的 頭巾星 HORMOS的星 不好意思 你背湯米的 三蘇怎麼站到後面 湯米也不錯 問題是那個 那個是一公式包 所以我們是小班 賺錢 賺錢也很貴 很便宜 一兩萬 沒有 不用 六七千塊就有了 真的嗎 對 其實他是有區分的 會看你 你的請假 就是說你沒有那個氣質 假如說請問這 你讓我背個包包四五萬 我感慨 沒有啦 小胖你不要貶低自己 望是非博 你的身材很像大頭巾 很像 沒有 其實就像我們所講的 有些方式 因為第一個 你的售價給你的 就像我們講 你看到 印度連連 這個他從上面開始打量 到底會買 所以來賓的結論都是穿著很重要 對 重要 那你怎麼沒吃過牌頭受氣過 說實在的 好像沒有 沒有 對 但是因為我 我其實有一個牌頭 就是我其實去旅行的時候 我不會帶很貴的包 但是我會帶一個 就是可以認出來的戒指 因為那你如果那個戒指 他那個是比如說 是某個品牌 然後他會知道你是買得起 或者說帶某個表 他知道你是有消費能力的 他就會 因為事實上 我們剛剛講說那些售價 像我也曾經在我朋友家 有兩個貴婦 他們都是在那個馬牌 一年都存了上千萬的人 他們同樣在罵同一個售價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常常給他吃牌頭 但是就是說因為 一年買一千萬 還給他牌頭吃 不是 就不是 他比如說他那個所謂牌頭說 今天我去 他讓我等一小時 他們就不爽 那可能他在服務其他的客人 那就是說其實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因為他們賣包都沒有業績 那你都是要去買一些餐具 買一些沙發 買一些什麼毯子 其他的他才有業績 對 所以真的衣服 對 所以就是要配貨 對 所以像我也沒有找過代購 那我就只像我上次到那個 宋山機場的時候 我就直接問他說可不可以配貨 那就是可以配貨 那你就是配貨 配貨你買一些你有需要的東西 OK 對 好 那我想教優役師 我大家都知道 優役師喜歡收藏婊 對 買錶要配貨嗎 買錶也要 也要 買票也要配貨 超穩 wer 我覺得跟包包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表示他有 我上次去買金公表不用 你看 拿隻卡仕還有 你買一些比較奢侍 錶的話 那個就真的要 因為表示他有二手市場 它的價格其實很公開 比如說你這是勞力士好 我們講勞力士好 你訂價50萬 公價50萬 它二手市場可能已經炒到70萬了 它可能炒到70萬了 然後那個代理商 他就會要你配到70萬的貨 對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也很 你說那個正統的代理商 跟外面的二手商 其實感覺現在沒什麼差別 因為它的價格已經很透明 所以你去鎮守的那個AD買 我們講AD嘛 代理商買其實它也 你花了錢 其實跟你在二手市場買的 其實差不了多少 但是真的時代變了 你說你看那個 鎮大哥我們去保養個車 你一次一萬多 你可以冰淇淋 吃到飽 咖啡喝到飽 你去買一隻手錶五六十萬的 你只有一瓶礦捲水 他也只有礦捲水 買錶 沒事的喔 錶拿到了就走了 我一般車萬幾塊 它也還要泡咖啡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